望线现代句,许你两世情深,第二十一集,蓝望鸡也是愣愣地看着那人,反应过来以后,蓝望鸡竟然往回走,把魏无线关在了外面,魏无线一脸猛,那人是干嘛?为什么把我关在门外?刚刚那人不是蓝战吗?我看错了,魏无线,蓝战,你干什么?你开门呀,我是魏英呀,蓝望鸡,魏英,你怎么在这里? 我,我还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你是不是生气了?魏无线蓝战,我来这里出差,没想到就让我找到你了,这里是以前母亲住的地方吗?蓝战,你开门呀,蓝望鸡,魏英,我,魏无线蓝战,你先开门,你不开门,我走了啊 魏无线见蓝望鸡还是不开门,生气了,说蓝望鸡,你是不是不开门?好,那你就别开门 说完,魏无线转身走了,蓝望鸡等了一会儿,走出去门口的人已经走了,就好似刚刚的事情从未发生过 蓝望鸡叹了口气,转身又进屋了 第二天,魏无线一大早就猫在院墙外面等蓝望鸡出来,然后就是第二天一大早,蓝望鸡开门,就看到了蹲在门口的魏无线,蓝望鸡不知道怎么面对魏无线,毕竟自己是那个不辞而别的人 蓝望鸡又想关门,魏无线像是知道蓝望鸡下一步会怎么做一样,立马伸手去挡住了门,然后挤进去了 进去后,魏无线就质问蓝望鸡,蓝望鸡,你准备躲我躲到什么时候? 你躲我的样子,就好像我才是那个复兴人,可是,明明当年不告而别的人是你,不是吗? 为什么现在搞得好像是我的错一样? 蓝望鸡,你到底是要我怎么样? 蓝望鸡,魏英,我,不是你的错,是我,我的错,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你,我们说好一起面对,可是,是我先反悔的 我,蓝望鸡话没说完,被魏无线打断,你也知道我们说好的,那你做了什么? 你不告而别,留下一封信你就走了,还不让我找你,蓝望鸡,你什么意思? 你怎么想的? 嗯? 蓝望鸡自知说不过魏无线,怪只怪自己嘴太笨 关键时刻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想说的话,魏无线蓝望鸡,我就问你,当时你怎么想的? 我是不是给你说过,不管我妈说什么,你都不要听,不要信? 我是不是给你说过,我们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对方? 我是不是给你说过,有什么事情都一起,你呢? 你怎么做的? 你倒好,前一天刚说的话,第二天你就忘记了,不给我说就算了,瞒着我我也不计较呢 你居然还搞不辞而别这一套,蓝望鸡,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三年我怎么过的? 你知不知道我联系不上你的日子,我都以为你已经,但是,西尘哥说你不会,西尘哥说你不会,西尘哥说你舍不得自己一个人就这样走掉,但是,蓝湛,你既舍不得我,你为什么要不告而别? 有什么事我们不能一起面对,我给你说过,我可以不要孩子,我给你说过,没有孩子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领养,你刚走的那些十日,我活着还不如死了,我每天过得生不如死,蓝湛,你可知你是我的命啊,你呢?你就这么丢下我,不要我了 魏无限说着说着,眼泪已经出来了,蓝望鸡看不下去了,直接把那人抱在怀里,嘴里说着对不起 魏无限不想听这人道歉,你走开,不要碰我 你既然不爱我了,既然已经丢下我不要我了,那么,蓝望鸡,我也不要你了 你就是个混蛋,蓝望鸡,你是个大混蛋,我不要你了 说完,魏无限开门跑了出去,蓝望鸡听着那人的控诉,一时间尽不知道做何反应 他以为趁着那人还没有爱得太深的时候,选择离开 那人会很快就忘记他,他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人会忘记他,然后遇到自己喜欢的人 然后,最后还是自己忍不住思念,给那人写了信,还让那人等着自己 没想到那人三年里和自己一样,思念和爱与日俱增,蓝望鸡想,自己当初选择离开,是真的错了吗? 自己自以为是的,为了那人好,原来早已把那人伤得体无完肤 两人三年后第一次见面,最后已吵架开场,那人的不挽留结束 当天魏无限回了云城,他实在太累,他以为三年后第一次见面那人会抱抱他 他以为那人见到自己会激动地一直叫他的名字 可结果呢?果然一切都是自己以为呢 魏无限到家的第二天,蓝望鸡也回了云城,去了他们的公寓 但是,魏无限换了密码锁,蓝望鸡进不去 蓝望鸡试了几次密码后居然打开了 进去后魏无限不在家,家里的东西全都没变,但又似乎都变了 蓝望鸡在房间里坐了一会儿,转身去了魏无限的画室 打开画室的门,蓝望鸡愣住了 整个画室,有一面的墙上全是自己的画像 各种画像,画了很多很多 蓝望鸡坐在地上看着一世的画,心脏抽痛 此刻很想拥抱魏无限,告诉那人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蓝望鸡想,以后定要加倍好好的爱着 宠着,守护着那人,让那人不受一丝一毫的委屈才好 蓝望鸡收拾好思绪从画室出来 看了看时间,魏无限差不多到了快下班的时间 蓝望鸡换了衣服,洗了脸,出门买菜 他想给那人做饭,想让那人原谅自己 蓝望鸡买好菜,做了很多魏无限爱吃的 特别是小炒牛肉,他记得那人最爱吃了 放了很多辣椒,等饭菜做好后没一会儿 魏无限到家了 魏无限从于是回来以后,告诉蓝熙尘 他在一世看见了蓝望鸡 但是,那人不愿意见自己 蓝熙尘也不知道自己的弟弟怎么会不想见魏无限 是中间发生了什么吗 致使让两人产生了误会 但是,现在蓝望鸡没回来 蓝熙尘又联系不上,也就无从查证 只能等蓝望鸡回来再说 魏无限下班到家 在换鞋的时候就闻到了饭菜的香味 走进去就看到蓝望鸡坐在饭桌前 魏无限很惊讶 这人回来了不说 竟然还猜到了自己家门所的密码 这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聪明呢 蓝望鸡见魏无限回来了 立马起身走过去 魏无限不想理他 放下包后转身打算进房间换衣服 蓝望鸡以为那人是不想看见自己 急忙拉住了手腕魏英 先吃饭吧 我做了你爱吃的菜 魏无限放手 蓝望鸡魏英 我回来了 你可还要我吗 蓝望鸡说得很是心痛 他希望那人让自己留下来 魏无限笑了一下呵呵 蓝望鸡 你听听你问的 我还要你吗 你是不是忘记了当初是你丢下的我 你是不是忘记了我们昨天刚见面的时候 是你不见我 现在你反倒是来问我要不要你 你不觉得很可笑吗 自始至终不是你不要的我吗 蓝望鸡魏英 不是 我不是那个意思 魏无限蓝望鸡 那你是什么意思 你消失三年 三年里面我找不到你 联系不上你 刚开始我真的以为你 我想着如果你真的 那我也随你去吧 你离开三年 我不知道你过得好不好 我想找你 找不到 可是 你呢 你明明可以找到我 你不联系我 就好似人间蒸发了一样 蓝望鸡 三年 你知不知道这三年 我是怎么过来的 我唯一的支柱是画像 我只能在记忆里 寻着你的样子画 一幅幅一幅幅的画 我生怕有一天会随着时间 忘记你的样子 specjal 费 忘记 李吉 感谢观看